我們來看這個影片 這種駕駛行為真的是很糟糕 那這個主角是一個白色的Toyota車子 然後你注意看影片的時候 他這樣子這摩托車 然後他的車 他就抄他 抄他之後再跨雙黃線 抄他之後馬上就路邊就轉腳就停 那摩托車要為了他的煞車 然後再過去 那時候又紅燈了 那我在後面 我要為了他這樣切進來煞車 而且我要為了摩托車這樣煞車 那當然你說那本來就快紅燈 所以本來就蓋煞車 不是啊 因為我還得注意他們的這個怪異行徑 你看我要看他這個白車 要看紅綠燈 還要注意這個摩托車 那我們假設他是臨時 比如說剛好旁邊有一個攤車 剛好臨時開了一個空位 想要去買他早餐 他這樣緊急的這樣切進來 他只是為了他早餐 不是什麼臨時有什麼狀況 有什麼路人叫他怎麼樣 假設好了 你臨時看到一個地方可以停你的車的時候 如果是我 我看到他的時候 假設我正讓他開車 看到車好像這邊可以停對不對 我會怎麼做 我就慢慢殺 先讓這摩托車先走 然後我打方針過來 因為你走一台之後 也不一定會只有一台摩托車 可能還是第二台 假設臨時的 臨時的情況 看到這邊有一塊空地可以停 那你最少要先慢慢的減速讓 跟你並排的或怎麼樣的人 或後方的車 先走 因為你也是等於是有點像是換車道一樣 要過去那邊 而不是這樣子 喔 操操操 那個人超高開一個空地 就切進來 各位你覺得這種行徑 該不該跟他講 我們來看這個影片吧 各位同學 各位同學 你為了買你這個早餐 就要靠過來 我就要煞車 你這樣對嗎 你按按鈴 我這樣後面就叫煞車 你按鈴 挺好 挺好 你右轉 你放在車什麼時候打的 這邊叫我行徑記錄器 講這句 比較小型的車 好像人家補車也可以 比較好超過你的 老實說 其實摩托 因為我自己也有 不是你的男人的摩托 好 好 那你靠近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